全部都是水了 明明外面没有下雨 但家里地面全都积水 所有能吸的毛巾全都派上用场 从客厅 厨房到房间全都积水 让住户苦不堪言 住户拿起小铲子不断的咬水 装满了就拿到外面请到 民众手不敢停 就怕水位高过门槛 淹到整个屋子 仔细看积水水质呈现黄色 全都是污水管线倒灌出来 即使地面没有水了 污垢沉淀还留在磁砖上 放不下跌 没头痛打到外面 整个摘起来摘起来摘起来 摘起来摘起来摘起来 摘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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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起来摘起来 上没办法出去 下来就验到了我们这个排水沟 基隆安乐区一处大型社区 10号晚间发生污水管线堵塞 住户回家洗澡煮饭 却发现污水倒灌11户人家 让家具都泡在水里 一夜没有办法入眠 四五楼在用水一直往下 但是因为下面已经堵住了 所以那个水位呢 就会从我们一楼慢慢的 从地板渗上来 包括厨房或是浴室的排水管 就大量的把那个就是污水 就是可能有粪便啦 还是什么的 全部都是 然后淹到我们整个客厅也都是 现在已经就是没有办法来不及泄了 居民气愤地下室管线 下午就知道出了问题 晚间发现住家轻微的渗水时 也有通报警卫 但官委会却坚持要找签约厂商 而类似的事件 其实都有可能发生在其他社区 很夸张啊 然后呢我们从几点 好像下班时间6点多 就开始一直跟警卫反应了 但是警卫就是说 主委就是说很明确的表示说 明天处理 总干事也说明天处理 但其实那时候下班时间 那时候6点多5 6点 那时候应该还找得到其他的水点 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 我们整晚可能都没办法睡 因为水位就是一直 因为很多社区都是在建造的时候 并没有所谓的污水管 是后来政府推广之后 他再去加装这个污水管 所以这个污水管的设计上 都是后来在加建的 但是我们如果没有特别去规范 或是去辅导他们去做这个污水管的清除的话 我想大家都会忽略到的 这个污水管其实用久了 里面藏污纳垢 卡了油污 卡了一些脏污 可能也会像昨天发生这种状况 就是把它给塞住了 结果污水粪水就这样满出来了 一楼的住户家里都是粪水 所以我今天也在议会做了一个提案 希望说我们以后的督发处 我们对社区的这个管委会的辅导里面 对这些管理里面 应该要再增列一项 我们通常都是很注重消防这方面的安检 但是对于污水管该定期的去做维护 做出污 以免类似事件发生 经过一夜泡水住户损失惨重 不知道该找谁赔偿 住户气氛又无奈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 谢谢各位